残酷的时尚 我有件美丽的衣裳 一年四季穿身上 我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件衣裳 是妈妈生我的时候送我的 我从此天天穿着它 晚上睡觉也不喝 人类呀 我的衣裳只有一件 而你的衣橱已满 我的衣裳是我的毛皮 失去了它 我只有血肉一团 你们人类可以一天换三次衣服 而我的衣服脱下够 就命涨黄泉了 这是爱护动物组织 制作的宣传影片 现在天气冷 正是皮草大衣流行的季节 可是当你们选购皮草大衣时 是否想到 那是动物用生命换来的代价 小晴 你看 那件大衣好漂亮呢 我们进去试穿一下吧 那是一件皮草啊 是啊 这里是皮草专卖店 当然卖的是皮草啊 小晴 你看那件大衣怎么样 应该很适合我的 我早就想要买一件皮草大衣了 为什么要穿皮草 将动物的尸体穿在身上 有意思吗 啊 小晴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我曾经去过一次水雕的养殖场 看到过那些可爱的水雕 是如何被杀死剥皮的 啊 那些水雕都住在狭小的笼子里 长大了以后 都被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死 为了保持水雕皮毛的完整性 菩萨的方法之一 就是施以电击 几乎所有的水雕 都无法一次死亡 另一种菩萨的方法 就是下毒毒死 但仍有些 无法立即死亡 所以在取皮的时候 它们当中依然有些 还是活着的 制作一件雕皮大衣 需要约七八十只的水雕 只为了自己爱美的虚荣心 而背负如此沉重的沙液 真的值得吗 啊 我永远忘不了那只被活生生剥皮的水雕 那流着泪于血的双眸 嗯 我知道了 我们走吧 不看了 嗯 哎呀 小晴 你也出来逛街啊 哎 小慧 你来这里买皮草吗 是啊 去年怀孕的时候挺着个大肚子 看到漂亮的皮草也不能穿 现在宝宝出生了 就出来逛逛 想买件大衣 你可不能这样做啊 为了你家的宝宝 你也不应该把皮草买回家啊 为什么呢 皮草大衣和宝宝有什么关系啊 那些皮草都是动物身上的皮毛 它们被人类杀死剥皮 自然会产生种种怨恨 把那些怨恨带回家 对宝宝实在不好啊 啊 然而 小慧对于杀业报应不以为然 他最终 还是买了一件白胡皮大衣回家 哎呀 这件衣服可真是漂亮啊 这么雪白的皮毛 真是罕见啊 宝贝 你看妈妈的衣服漂亮吧 啊 宝贝怎么了 别哭了 妈妈在这里呢 从那以后 原本乖巧的孩子 一到晚上就哭个不停 小慧用尽各种方式安抚 都没有效果 宝贝 不哭了 乖 不哭了 宝贝到底是怎么了 这几天怎么一到晚上 就哭个不停啊 谢天谢地 你终于安静下来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快要停止哭泣的孩子 像是看到了什么似的 突然放声大哭 宝贝 你这是又怎么了 小慧一愣 他看到了一个很像白狐的身影 出现在房间 那 那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白狐 小慧将自己宝宝哭泣烦藏 以及看到白狐的事情 跟学佛的朋友说了后 朋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你在家里看到了一只白狐 那你最近有没有买过什么皮草制品啊 有啊 难道是因为我买的那件白狐的皮草大衣 我想起来了 宝宝第一次大哭 就是看到了我穿这件衣服 难道是因为我这件衣服的缘故 是啊 要知道一件皮草大衣 需要杀掉好多只狐狸才能做成 一条条惨死的生命被你穿在身上 他们的怨气自然会在你家里弥漫开来 又不是我杀了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怨我呢 虽然你没有亲自动手杀害他们 但你却是间接杀害他们的凶手 你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啊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这也算遭到了杀身的果报吗 是啊 过去我也曾犯过这种错误 你也犯过这种错误 我过去曾经买了一个豪华的牛皮沙发 那是一大张牛皮啊 原本那种椅子坐上去应该很舒服的 但我却自从买回那个沙发后 就一直莫名其妙地全身酸痛 就像受刑的感觉一般 现在想想 那种疼痛和牛被剥皮的痛 比起来算不上什么 我让众生痛苦了 我能不痛苦吗 嗯 我明白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你将这件皮草收起来吧 不要再穿了 以后也别买皮草服饰了 这些日子多念佛 忏悔一下就会没事的 小慧听了朋友的劝说后 便将那件白胡大衣装箱 并开始念佛忏悔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 小宝宝果然恢复正常 不再胡乱哭闹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不知者尚情有可原 若知道了还继续去做 将来必定自食其果 一件皮草千真万痛啊 冬天是购买防寒衣物的旺季 奉献所有爱美的女性 切莫贪图奢华 美丽背后有其代价啊